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又收看我们狂衣秀节目 我们讲到早餐的吃法 做到很多热烈的询问 他们觉得这样的方式非常的理想 长期减肥的人不会因为饿肚子而放弃 也不会因为早餐吃太多而后悔 接下来美好的日子 我们希望还是可以去吃buffet 去吃大餐 到很多高档的饭店餐厅 享用非常好的美食 你听了我这番话 觉得张医师你是不是要害我 我到那边去吃这么多 我怎么减肥啊 我是不是吃完这些东西之后 回来又要后悔好几天呢 错了 我今天教你的叫做不挨饿的减肥法 这个减肥法很多人按照这个吃法之后 隔天再量体重 一看体重计 没有腹胖哦 甚至可以减一些体重哦 各位要好好的听 我们怎么样吃我们的中餐 早餐吃过了 昨天讲的延续的早餐 我们以流值为主 让我们的热量密度 因为胃部里面的大量流值 没有饥饿感而饱足感 我们的热量也降低 我们把早餐的热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接下来午餐到了 找一个非常好的餐厅 聚聚餐吃吃饭 我用去吃buffet的例子来讲 各位一定喜欢去吃buffet 在buffet里面 吃住餐这么凌蓝满目的东西 我们要怎么吃 要有一个原则 那就是选择食物的种类 这个非常的重要 选择食物的种类 我们可以撑饱肚子 但是又不让你的热量上升 比如说buffet里面的淀粉类 面炒面 哇 肉丝炒面 海鲜炒面 非常好吃 各位绝对不要碰 现场制作的淡子面 淡子米粉 这个淀粉类 各位也绝对不要碰 因为它还有加一些肉脏 有油脂的东西 你会吃进太多的淀粉 吃太多的油 这个各位也尽量不要碰 你吃完完后 哇这么多好吃的蛋糕 各位也不要碰 因为它有很多的奶油 蛋糕 都是高热量的东西 馒头 烤面包 广式小点 这些都是淀粉类的 各位也不要去碰 你仓后 你要加一些咖啡 尽量不要加 奶精 奶油 也不要加糖 最后你要吃水果 苹果 奇异果 这些不甜的水果 我们可以品尝这些水果 尽量以蛋白质的饮食 蔬菜水果 来填饱肚子 宝费最重要的卖点 就是海鲜 我建议各位 鱼可以多吃 那螃蟹虾子 你也可以少量品尝一点 但是量你总得控制好 像它的一盘天使红虾 一盘两只用炸起来的天使红虾 非常的酥脆可口 我的小孩去吃天使红虾 一个人可以吃到六盘十二只 但是以我看来 这个是有点超过 因为年轻人的代谢好 他吃一些高档固醇 他不会有感觉 但是像我们年纪大的 或是你年纪轻 但是也肥胖的 尽量不要吃这类的 我们可以海鲜 与Omega3 含量多的鱼类为主 那些档固醇高的海鲜类 比如说螃蟹 虾子 蚵仔 蛤蟆 这些硬壳类的东西 尽量少吃 可以在每一种东西里面 多样的选择 但是避免吃高热量高油脂的东西 鱼你可以多吃 这些东西 还有我们许多 我刚刚讲的一些之外的东西 都可以来品尝 中餐 不管你有没有吃buffet 或是你吃其他东西 中餐这一餐 我给各位放的是比较宽松的热量摄取 比较多元化的热量摄取 我们要选择食物来吃 脑筋里面好好记着 什么样是高热量 什么样是高油脂 什么样是高糖类 这些我们尽量把比例降低 我们把比例升高的是占空间的液体 以及热量低的各种蛋白质 蔬菜这些我们多摄取一点 也因为这样你有脑子里面记起这些原则 你也会吃得很愉快 吃完你回去隔天量体重 绝对不会增胖 今天我把中餐的原则跟各位讲 我们中餐的热量稍微放宽一点 接下来晚餐我们怎么吃 以及一千综合下来 我们怎么样把热量减到最后 我的晚餐怎么来规划 才不会吃了明天早餐又开始后悔 张医师今天告诉各位 晚餐的吃饭原则 我们前面提到早餐尽量以牛脂取代 中餐尽量选择食物的种类 晚餐怎么办呢 晚餐我教各位 我们要旅行 一天一种食物的原则 什么叫一天一种食物原则 一个礼拜六七天 你要记度你自己可以调配 礼拜一到了 我告诉自己 我今天只吃肉类蛋白质 我以肉类蛋白质的主要为我的主食 我看桌上的这么多丰盛的东西 我其他东西我都不要去碰 我今天只选肉类吃 为什么要这样的选择呢 各位想想今天很多在晚餐吃的时候 我有一种两种三种鱼 我有吃木鱼 我有比木鱼 我有鲁鱼 我们只限制自己吃一种鱼类 你想你能吃多少 所以我们的热量食量就可以减到 不会漫无目的 你毫无限制的无限上缸的吃很多 星期一选择鱼类当你的晚餐主食 其他食物多少斟酌一点就可以 礼拜二我们选择什么呢 我们选择蔬菜 这是我的蔬菜日 礼拜二我把满桌满晚餐都变成 红萝卜炒青菜炒香青椒 或是炒大白菜 我把你晚餐弄成青菜为主的晚餐 这样的晚餐你一定食而无味 但是我今天告诉我自己 我今天要吃素 只有礼拜二是我的吃素日 所以礼拜二我可以把所有的蔬菜吃进去 你的肉量也不会吃得很多 礼拜三到了 我可以把礼拜三定为一个叫做海鲜日 虽然张医师讲过 如果你太胖 脂肪血脂过高 胆固醇过高 你不能吃海鲜 但是海鲜里面有我们不可或缺的营养素 所以我只排一个礼拜三 给各位参考礼拜三是我的海鲜日 所以礼拜三的晚上 我可以用许多的海鲜 但是这个海鲜希望大家以健康的海鲜为主 什么叫健康海鲜 就是鱼类为主 鱼类占大宗 你可以配点虾 配点蚵仔 配点蛤蟆一点点就好 以鱼类为主 所以一种东西这么多 你都吃海鲜 你不会去吃其他东西 饭面都不吃的话 我问你 你能吃多少 你也会吃到一点点就觉得 可以了 吃不下了 但是你有没有饿肚子 没有 你会不会挡顾唇过高 不会 因为你一个礼拜就是一餐是个海鲜日 就晚上补给我们各种维他命 矿物质 营养素的来源 可以把礼拜三晚上定为海鲜餐日子 那么礼拜四我们吃什么呢 我们考量到昨天是吃了这么多海鲜 今天就以清淡饮食为主 何谓清淡饮食 凉拌 沙拉 地中海饮食类的清淡饮食为主 我们可以炒炒蔬菜 拌拌沙拉 在礼拜四 作为礼拜三 吃这么多高档固食海鲜之后的清长日子 所以礼拜四 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清淡为主的晚餐 礼拜晚上 怎么办张医师 我们一二三四吃这么好 礼拜五各位 什么都不要 我们只喝汤来做一个断食的活动 所谓断食不是什么都不吃 而是我们要也要补充一些水分 不然你身上没有热量 可以撑一个礼拜 身上没有水分 那可会被你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礼拜五我们取 清汤最多就是喝一些低脂牛奶 让你肚子有饱足感 我们所谓的五比二断食 礼拜一到四 我们可以用一千一类的方式来吃 礼拜五 我们可以用清汤或是低脂牛奶 来做一个小小的断食 礼拜六怎么办呢 礼拜六我们还是回复到 礼拜二或礼拜一 我们可以重复一次 比如说瘦肉为主 瘦肉的蛋白质补充为止 我们可以烫点鸡胸 加一点点小盐巴 当为我们星期六 一个清淡的蛋白质攻击 就是一天一类 礼拜六我们选择瘦肉 当为我们清淡蛋白质的食物来源 礼拜天因为明天还要上班 我们还是希望各位清淡 一个礼拜五天 除了礼拜五跟礼拜天 我们以清淡的汤类 或是低脂牛奶 来做两天的断食 其他的五天 我们都可以正常 以一天一类主食为主 讲到这里 各位已经了解 早餐中餐晚餐 健康的饮食不用饿肚子 健康的饮食 让你许许多多的原则记在心里 如果你想像张医师这样子 几十年从来没有胖过 请你遵照我这几十年的饮食原则 就这样好好做下去 不会增加热量 你的肚子不会饿 也因为你不会饥饿肚子 所以你可以长久的做 一长久就会养成了习惯 养成习惯之后 你的体重才能够永远维持在一个标准范围之内 也因为这样 你的健康 才会能够永远的保持在巅峰状态 我也希望我们的早餐要晚一点吃 大概落在九点十点 晚餐我们要早一点吃 大概落在四点五点以前 这也就符合了所谓16816比8 你看九点开始吃早餐 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 八个小时之内 我们把早餐中餐晚餐吃完 记住早餐晚一点吃 晚餐早一点吃 早餐大概十点九点 晚餐大概四点五点以前都要吃完 这样你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进食 长期间内肚子是属于饥饿状态 能够分解热量 所以你有两个原则需要守住 第一个选择食物的种类 第二个你要选择进食的时间 原则就是符合168的原则 这些饮食原则把握住之后 我们要开始运动了 如果你不维持一点运动的话 这些也将会功亏一篑 所以我们选择出外游的时间 尽量能够有活动 爬山 爬山的当中 我们可以消耗许多的热量 像张医师的例子 我的经验 到了山上 我一定去跑步小跑步 我送我的小孩子到大学 回去我都会 从大学那边 非常非常好的山去 爬爬山 再开车回来 所以这个也是 我规划的运动行程之一 希望各位到郊外去 多多吸收荤多精 不要只有坐在电影院看电影 没有让身体好好的活动 只要你跑步运动 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 按到你的脖子 哇跳跳跳跳跳 然后跳得很厉害 五到十分钟就可以 因为运动的原则 过去是333 现在只要是每天运动 五分钟十分钟 剧烈的运动叫做 高强度间歇性运动 这样都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 所谓高强度间歇性 就是在你短期内一分钟两分钟之内 让你的心跳加速很快 休息个一分钟 再来一次高强度的叫高强度间歇性运动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家里也可以爬山跑步 跑一百公尺休息一分钟 再跑一百公尺休息一分钟 你每天只要花五分钟的时间 你可以做到高强度间歇性运动 加上饮食的配合 这些跟各位讲的原则 其实都是很容易可以做得到 假使你觉得还是很困难 我建议你可以参考坊间一些保健食品 燃烧热量食品 我们会来跟各位介绍 什么样的产品对各位的瘦身燃脂 会有比较好的帮忙 今天我们节目都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订阅按赞 我们下次见 谢谢各位 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 早日做好养生保健 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尝试哦